不太容易錄到啦 聲音 你必須把聲音轉換成坡啊 譬如說 你把聲音 最後的角色是一張鼓 一張鼓 我在鼓當敲 鼓上就會有形狀 你可以說 嚴格來講 那個說那形狀就是聲音的形狀 是可以這樣子的 好 我們現在做一個簡單的一個題目 你要叫我說鼓是不是 我叫你翻臉 不要那麼翻臉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們在捕魚的時候啊 以前捕魚 以前捕魚的時候 通常就是你可能會 魚負的經驗很重要 因為魚負的經驗 他知道說運輸都會來 然後奶油會負到比較多的魚 所以他說 基本上每一上五船上的魚 都有一個這樣的人 他會聘請一個對魚非常要求的人 像這個人信任很高 他不用實際上負的捕魚 他只要負責去說 誒 往東走200公里 200坡坑走20公里 哪邊有比較多的魚 可是生辣 像這西法好多 對 那現在科學八達 他們就用生辣 所以 一艘船 他就用生辣 讓生辣打到夾 這邊有一群魚 好了 或者問得人 還比較少 不一定很像 假設這邊有一群魚 這魚 魚會反射生 反射生波回來 就跟蝙蝠一樣嗎 對 那我收到的時候 誒 這邊有魚 我就可以知道這底下是什麼 假設這邊有魚呢 碰到地板 就是假設碰到海底的話 我一樣會有回波回來 會有回波 所以聲辣基本上 它可以從 反射的聲音的快慢 來決定地底下的形狀是什麼 所以你這樣好就是 假設這邊有塊大石頭 不錯 你從海上面看不到 這邊有石頭 對不對 那一般船浪不會平平的 船通常有個高度 對不對 船通常是有個深度 它會吃水 假設有這個高度再高一點點 就很會撞到 所以你也必須靠生辣 就躲避到這些問題 好 現在問題來了 有一天呢 有一張船 有一張船 特強力 它打了一個聲辣下去 然後聲辣撞到一個 不明的物體 好可憐喔 結果這個聲辣回來的時間是 經過2.2秒 船回來 請問 這艘船 距離會有多遠 不知道 它會不會再打回來 所以它要算它在 本線的速度乘2 OK 所以 是 我現在還少給你調點什麼 是 調點聲音速度 喔 聲音速度 好 在水中 聲音的速度 是1300公尺 13 好,行啊,這傳序有多遠 怎麼算? 1300乘以4.4 1300乘以4.4 這樣子大家覺得分離嗎? 分離1.1 分離1.1 分離1.1跟4.4是怎麼來的? 分離1.1跟4.4 分離1.1 分離1.1 分離1.4 分離1.4 因為聲音移動是 下去又上來了 聲音移動距有多遠 是不是兩倍的深度 假設是深度是H的話 這個聲音回波是不是走了2H 兩倍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聲音總共走了多遠,怎麼算? 4 至少 試試看 受膽 16 181 大師 這將定位 到底是$4 11 stimmt 11 Mt 我問你 沒有問題吧 我沒有問題 是 你要繼續說是不是 明解 我要明解 你剛下一個趴在那邊睡覺 那邊三個夢說去明解 真的好嗎 我還想說睡覺就要睡覺 我要去明解 沒有人叫我 誰是要叫你 誰是要叫你啊 我忘記聽到我講 好 來趕快去吧 三分鐘趕快回來 欸 我要去明解 來不急 明解只有一個 你不留情是異鄉啊 不要理他們那麼有心的人 好 進去 這是聲浪的功能 聲浪的功能 這樣計算有懂意思嗎 有沒有懂意思 但是事實上沒那麼簡單 事實上這個船也在跑啊 正在計算的時候這個船也在跑 這船不用一個速度在跑 所以它正在這裡 現在最近可能在跑這裡 所以這聲音的回波 是這樣子回波的 所以你要算的是這個距離 所以聲浪都有多少距離 好 聲浪會有點往前打 而且聲浪回波 是讓四面八方回波 就讓我這邊打亡它了 我下來的是這樣四面八方 所以我可能狀況這個點 狀況這個點 你會四面八方傳遞啊 所以是 不管我是往下打 或是我正在移動的打 都是一樣的方式 我都會打到 我都會聽到 好 然後我們自己往下打 像類似的往前去打 沒有 聲音 我現在跟你講話 他們也聽得見我講話 我聽不見 線條狀 就是 它有一個儀器 可以讓聲音打線條狀 就是我想要是我們能講 可以啊 可以 但是聲音 不容易做 因為聲音 碰到每個 每個氣體分子 它就是四面八方傳遞的 我們只能局部集中 但是沒有辦法非常集中 好 好 聲音大概就這樣 那邊講完了 聲音的部分 我需要手語課堂 我聽不見這個話 他怎麼知道還講話 嘿嘿嘿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快不能冷靜了 冷靜一點 任何話應該怎麼講話 冷靜一點 好 我們現在來講 講光的部分 我不要跟你講話 事實上我們有一個地方 我沒有講到 但是這部分書上都有 譬如 我舉個例子 什麼叫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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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八 不要吵啦 嚇到我了 什麼叫噪音 超過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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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八十分倍 超過八十分倍 這是 這個環保署的規定 超過八十分倍 對 可是嚴格來講 我如果剛剛用超音波的聲音 事實上能超過八十分倍 對 可是他還是超過 所以超過八十分倍 這是我一個條例 你用什麼是噪音 覺得很長 覺得很長的聲音 沒有錯 又不是一個人覺得很長 那就是噪音 但是基本上 我只要覺得不舒服 那就是我來講就是噪音 對 我聽了這個聲音不舒服 我就覺得它是噪音 是不是這樣子 可以不這樣講 可以啊 對我來講就是噪音 那我們聽到噪音怎麼防止它 只有我自己講話 帶耳機聽音樂 噪音比較簡單就是帶耳機 耳機 耳機的功能是什麼 聽到噪音樂 他聽到噪音樂 沒有聽到噪音樂 他沒有聽到噪音樂 他沒有聽到噪音樂 他只是會有那個 有什麼聲波 就是往外去抵擋 往外去抵擋 但是另外說 但是照我耳機沒有辦法 也有產生聲波 往外去抵擋嗎 我可以 到耳機 你講的是那個誰啊 就是小微那個啊 小微那個沒有錯 他只能抵擋出波 他只能抵擋出波 我們等一下解釋一下前面 他很緊急要抵擋什麼 突破是突破 突破是突破 大聲音 他做一個突破 那一般的噪音用那個 嗯可以啦他還是可以有 就是因為噪音有時候是不規則的形狀 那他去抵擋 好我們就講這道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一個聲音的頻率是這樣 假如這個聲音發出來是這個樣子 假如我能力發出另外一個聲音 是這個樣子的話 哇可以抵掉 我就可以把它抵消掉了 這好像DNA 我就可以把它抵消掉了 所以他放的是一個麥克風 去接收環天的拖 他收音來拖怎麼樣 我就跟他轉向 去發出 在我的耳朵發出一個跟他相互的拖 他可以去抵消這樣放他拖 你就不會聽到那個噪音了 只是個功能 那要電啊 要電啊 他要充電啊 他不會不要充電 他要充電 所以他就是抵擋這個拖 他是去製造一個反向的拖 他做到一個反向的拖 他做到一個反向的拖 去做一個抵擋 完全抵擋 不會完全抵擋 不會抵擋 會抵擋的部分 會讓你聽起來不會那麼大聲 因為在戰場上 他有一個炮彈 都在你旁邊 砰 一個六耳龍 哈哈哈 又夾到晚上 砰 六耳龍 對啊 他聲音非常大聲 他聲音非常大聲 他的爆炸就會 就會讓你受傷 所以他知道一個反向的拖 就把那個聲音給抑制掉 甚至把能量抑制掉 把能量給抑制掉 就像我今天要做個坡對不對 這個坡 我是不是手要這樣擺動 他才是我做的坡 可是我當我往上擺的時候 這邊就有個聲音壓下去 往往上擺的時候 就有個聲音 力量給我壓下去 千萬我手會不會擺動 我手就不會擺動了 就當他擺動 可能幅度就沒像越南大聲 可能比較小的幅度擺動 所以我聲音就變小了 因為那幅度的大小 指的就是聲音的大小 對不對 好 這是 這叫做抗什麼 這什麼耳機 抗噪耳機 抗爆耳機還是抗噪 抗噪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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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抗噪耳機之外 就是高科技 除了抗噪耳機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 還有什麼方法 戴耳塞 戴耳塞 耳塞怎麼樣來 耳塞怎麼樣來保持噪音的 什麼 抗噪耳機 讓你抗噪耳機 堵住耳機 讓你聽一下 就是耳塞 他堵住耳機之後 他那個空氣的震動 我講話的震動 到了耳塞這邊 就可以變慢了 聲音就流不過去 聲音就流不過去 被堵住了 聲音就流不過去了 一出不來 流不過去之後 他聽到聲音就聽不太清楚 那所以為什麼 我這樣弄的時候 聲音會 啪 聲音在你的耳熟裡面 會有一點點共振 所以有點回音的感覺 會有點共振 你如果這樣呼起來 會有點回 像我拿了海螺有沒有 海螺可以聽到海嘯的聲音 KING 海哭的聲音 KING 你拿海螺上 聽到那些 有些是在 風啊 在流動的聲音 會被放大 會被放大 是讓你拿著杯子也可以 拿著杯子照著耳朵 可以聽到那些聲音 對不對 那那那那那個 不是有 那個免洗杯 第二盤聲音 然後這樣寫回去 然後第二盤聲音 然後你在台灣就不聽到聲音 對 那是靠聲音 來傳遞聲音 因為我這邊是杯子 我另外一個杯子 那中間拉一條線 好 我想這條線要拉得很緊 才有聲音 還是拉...不用牽緊 還是不用很緊啊 拉很緊啊 拉很緊啊 要拉緊一點才有聲音 好 那我們其他噪音 還有什麼防止音 什麼時候需要防止一些噪音 還有什麼地方需要防止噪音 還有什麼地方需要防止噪音 音樂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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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拿防止噪音 應該說要防止噪音 我們會做 好 這是音樂廳 音樂廳的一個場所 通常音樂廳的場所都做成這樣子 我在那邊演唱的時候呢 我聲音的傳遞 聲音撞到這個牆壁呢 它是往外彈的 撞到這個牆壁呢 是往外彈的 可是如果房間是做成這樣子的話呢 我的聲音會彈回來 會彈回來 對於這邊的聽眾 對於這附近的聽眾 他聽到聲音就是兩個聲音 我聽到前面來的聲音 又聽到旁邊彈回來的聲音 這樣他的眼睛聽起來是不舒服 聲音會干擾 聲音不清 不乾淨 這聲音不乾淨 蛤 要冰嗎 不是 你花了幾千塊錢買個門票 今天聽音樂 當然希望聽到好的音樂 對不對 如果今天聽到 噢 你聽兩個小時你也受不了 幹嘛一定要在世界內聽 因為世界內可以創造比較好的環境啊 如果肩膀椰椰有那種操縱的操縱 什麼?操縱的操縱 這下就是要來... 旁邊是來... 吸收 對對對 他盡量讓聲音是從屋頂下來 從屋頂彈 這樣你可以直接聽到聲音 這樣子下來的聲音 因為你直接從前面這樣過來 有點太容易 所以聲音基本上會從屋頂 所以屋頂的形狀 如果從側面看的話 一般來講是設計成... 類似這樣子 那如果的聲音如果這樣彈的話 不要亂打到這邊來 盡量讓它不能打... 但屋頂可能設計成這樣子 聲音上就會打下來 聲音上就會打下來 就不要亂打到觀眾去這邊 旁邊的聲音就是 一個是吸收 旁邊給它貼一些所謂的吸收的材料 那這個不能吸收的呢 就讓它反射出去 就讓它出去 那厚子窗簾就類似像耳差的功能一樣 它是軟軟的東西 所以聲音碰到它 就會被卡住了 聲音就會被打亂 然後波形就被打亂了 打亂分散掉之後 波就變小波 就會慢慢不見了 就聽不清楚 那厚子的窗簾是因為它很厚 所以能量它可以吸收 叫很多能量 聲音都是能量嘛 它可以進到窗簾之後 它能量就卡在窗簾裡面 所以很輕的很薄的窗簾 效果不好 要厚一點的 要重一點的窗簾 才有效果 還有咧 還有什麼地方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道義 還有什麼地方需要需要道義 會議室 會議室 會議室也是 會議室可以的需要開 還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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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講的很類似的需求 好 還有 還有一個是 我想到的是 比如這樣 那個按殺 我是殺手 可能我的手槍前面要裝面器 然後本來 什麼 聲音會變很小 很小 聲音會變很小 你本來是 砰 那是裝 那隔一個房間應該就吐得到了 對 聲音就這樣 就這樣 因為裡面有海綿嗎 那怎麼會有火花這樣出去 裡面火花不一定 火花應該還是有啦 火花也被消音器給遮住了 被遮住了 OK 好 大概 可是消音器不是會讓威力變小 消音器會讓威力變小嗎 這我都沒有研究 我覺得它影響不會很大 因為手槍基本上近距離攻擊 那請問會不會有人在步槍上裝消音器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很遠 因為很遠 我拿步槍可能是打十公尺的地方 對 那是牛刀小事 通常步槍就是打很遠的地方 就是打兩百公尺三百公尺 那聲音基本上不會那麼大的影響 ABA全部拿著步槍在那邊亂炒震 好 你全部裝箱器 來 沒有太需要 那個 步槍沒有裝 但步槍通常是滅火罩 剛剛李龍說都沒有錯 一般前面步槍的前面這個 都滅火罩 它不會消音 它只把光變小變弱 就比較不會看到光線 你的眼睛比較不會閃 不是啦 敵人比較看不到光 比如我在兩百公尺晚上 我看到對方拚 對方就 那個火花 就在那邊打了 就可以往那邊攻擊 所以以前 爛刀花比較過嗎 大家都知道這裡有火 對啊 所以打仗大家都新知名 對 通常這叫做閉火罩 閉火罩 就是把那個槍的火光給減低一點點 閉火罩 好 然後 我們照音出來還講的是回音 什麼情況會有回音 你在什麼地方會聽到回音 第3教室 我們在3教室 我們在3教室都可以聽到回音嗎 有可能看到在很多叢林的地方 很多叢林就要聽到回音 還是沒有叢林的地方聽到回音 通常你要知道回音是 譬如 前面有3教室都要喊6回音嗎 不可能 那應該什麼地方比較容易回音 空曠的房間也可以回音 空曠的房間 空曠的房間 還有什麼地方 所以回音的條件是什麼 山東萬個 所以要反射對不對 它能夠反射你的聲音嗎 而且一定要回到你身邊 對 要到我這邊才可以聽到回音 那 反射的條件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可以吸收的 可以吸收這個聲音 四面八方沒有固解 我們用窗簾對不對 厚的窗簾 厚的窗簾的條件是 它就是軟軟的 它是比較重的 它可以吸收掉的聲音 那在山上要造成反射 通常會有樹很多的地方回音 還是沒有樹的地方都可以 沒有樹的地方 那是沒有樹的地方 它是山壁 最好的製造回音 床頭是這樣 譬如這邊有一個峭壁 然後這邊有山 可是這邊山呢 剛好是 沒有太多樹的地方 它是一片牆壁 這種情況最容易知道回音 我就喊 中到牆壁就躺了 你看 對 你如果按摳子 他回音說 什麼 那就不是回音 他沒點 對 好那個 那個 回音要找這樣的場地 通常這邊在海 河邊 如果你有河邊的話 不要那麼 所以下次去 下次去那個什麼 大俠庫啊 大俠庫那邊可以試試看 泰裏庫那邊 大俠庫 可以試試看這個回音的效果 聲音會不會破壞東西 聲音會破壞東西啊 我是說 比如說 一直有人在大俠庫行啊 然後排一排 那個時候就掉下來 這個雪崩是有可能的 雪崩 直升機 不要畫桌子 不要畫桌子 通常你如果 不可以直升機 你如果這邊下雪下很多 不要畫桌子 但是本來不出花雪的地方 如果雪很多 然後如果說你帶一個山壁 它是比較陡一點的山壁 然後又前一天晚上 剛剛下過雪 通常它會提醒你 你去這個地方管的時候 不要發出太大的聲音 因為你聲音可能會讓那雪滑下來 那能量的時候 可能讓那雪滑下來 就會造成雪崩 那通常就是 雪崩上是一個聯繫反應啊 因為雪它沒有很密 對 可是又很多堆積在一起 所以它裡面 就會一直震動 一直震動 然後就降下來 也 好像不進來是這樣 譬如這雪這樣 就是這樣 鬆在上面對不對 然後可能 這邊有一棵樹 那你可能 你的聲音太大聲 撞到樹的樹燒 樹燒的雪就掉下來 掉下來 給它撞到 撞到之後它就有力量 撞到下面 再撞到下面再下來 然後就整個下來 就整個下去了 就整個下去了 你在山上有雪 前一天下過雪的話 就不能太大聲 聲音是有可能造成傷害 那另外的聲音 破壞的例子是什麼 譬如以前的人 假設你有 有糖光結石 你的糖光裡面有石頭 那叫做超音波碎石嗎 人家不會連糖光一直碎掉嗎 不會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石頭 因為 石頭是一種結晶 我們吃的東西 你吃的東西 很多東西進去 吃酸啊 吃鹼啊 吃油的沒有的東西進去 那 譬如以前吃的東西 因為假設裡面是含有些 可以讓它形成鹽類 我們叫鹽類 這個 我們在下面也就會教到了 譬如你 我舉個例子 鹽酸 HCl 加上 NaOH 青陽花鈉 這是鹼 強鹽 這強酸 這會生成什麼 這會生成 NaCl 加上 H2O H2O H2O是水 對不對 那NaCl是什麼 NaCl是鹽巴 就你是酸的跟刺鹽進去之後 身體就會做一個 組合 會把它重新組合成 鹽加水 那為什麼會在膝蓋 因為膝蓋有很多水 它不一定在膝蓋 有可能在腎 有可能在膝 這些地方都可能結石 那結石主要是它產生石頭 如果它沒辦法隨著身體排掉的話 它就卡在那邊了 卡住了 卡住之後就會造成你的痛 那膝蓋結石 那如果是膝蓋結石的話 膝蓋要割掉了 那剩結石可能要開刀拿出來 剩結石 對 剩會結石 啊 膝蓋結石 膝蓋結石如果太大 沒辦法拿出來的話 也是要開刀拿出來 沒辦法用正碎的話 要把膝蓋割開 對對對 就是你今天假設 石頭顆粒還不是很大 我可以用穿鍋去打它 可以把它打破的話 通常用穿鍋打破 就結束了就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沒有辦法打破它 就必須開刀拿出來 打破頭 是 那你覺得怎麼會結石啊 我幫我結石 因為它強減在它強酸就會結石 不見強減強酸 不見強減強酸 有時候可能是酸跟點就可以了 弱酸弱點也可以 因為我們身體也不肯吃強減強減 譬如說像 像什麼草酸 草酸那 草酸 我們吃了一些 一些植物裡的草酸 那草酸如果說你今天加上一些 我吃到一些鐵質的東西 含鐵質比較多的 我就可能形成草酸鐵 然後形成草酸鈣 主要是有些東西可能是鈣的東西 就是形成碳酸鈣 我就可能會有沉澱 就會形成石頭 就會結石了 譬如像 譬如說蝦米 我們會吃碳酸 碳酸飲料也會 我們會碳酸飲料 碳酸飲料進去之後 你如果再吃上一些 涵蓋的食物 那就可不可以造成結石 也就不可以 結石的原因很多 通常在飲食器 有最大問題 那另外剛剛有誰講 水 你喝的水不夠多 就能用到結石 因為你水是讓你身體排 那個清晨代謝 那你如果那個 所以身體 每個人身體都會產生結石 都會 只是當你的結石很小的時候 我就喝水把它排走的話 它就不會結石 可是如果你喝的水夠多 就像那個水溝 每個人都丟垃圾進去 丟一丟水溝就臭了 它熱身變多了 它的結石變大 可是如果說 我今天有一個颱風來了 大水 就把垃圾給沖走了 對不對 河水就變乾淨了 那我們的尿道也是一樣 我們的血液血鬼 我喝的水夠多 它就容易去把那些髒東西帶走 所以要喝水的同樣 水是非常關鍵的 好 回音 講到回音是擺設 回音還有一個重點是 你要蓄力夠遠才會回音 還有就是講在空曠的場所 它的家具很少 它聲音是 不要亂閃色的 譬如我這邊有家具 我這邊擺了一些東西 我講話的聲音 讓它是往這邊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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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容易聽到回音了 可是如果裡面是通通通通通通的 沒有東西 就像我們的底板教室一樣 是通通的 我講話的聲音 我如果在這邊講話 很容易就彈回來 我就聽到是回音 好 就大概這樣 好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你為什麼去看手機 拿爽的 拿爽的 所以沒有在看 沒有在用 因為我沒看什麼 你手機不知道我 我不知道啊 我就問你啊 我在問你啊 我沒有辦法使用Apple 我拿爽的 我問你在拿手機幹嘛 拿著 只是爽 OK 那給大家看 OK啊 自拍 自拍 是鏡子耶 好 我們剛剛講波 先幾個兩個人再講波 波的傳遞需要什麼 戒指 需要戒指 需要戒指這樣齁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這一種波傳遞是不需要戒指的 是什麼波 光 光波 阿法波 什麼阿法波 不知道 阿法就是這個 幾代的圖案 好 在這課堂上 你只要講正的 我不知道名詞 你要負責解釋 不要 因為 你講一個名詞 我們都聽不懂 你都負責解釋 那我要幹嘛 什麼意思 幹嘛射線 什麼是幹嘛射線 我知道你知道你閉嘴 我不知道 my care 我堅持知道 好 光波 光波是唯一 我們在目前知道 不過裡面不需要戒指的 為什麼 怎麼證明他不需要戒指 以前就有人講 太空中 光傳來傳去 可是 波一定要有戒指 那太空中是什麼戒指 讓光可以傳到地球上來 真空不算戒指 就有人說 真空不算戒指 就有人說 太空中一定有某個東西 他怎麼看 啊 空 厲害 他們就說 因為他沒辦法推 他沒辦法推翻說 波需要戒指這件事情 他沒辦法推翻 波需要戒指這件事情 他就說 宇宙中 應該有一種物質 叫做儀態 這個儀態呢 是讓光可以前進的東西 所以光可以從偏面的地方 玩到地球上來 這個叫儀態嗎 還是隨便講一個東西 儀態不是雷根說 假設嘛 他假設 他假設一個名詞 他假設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叫儀態 他假設 他不是雷根說 二里邊出現的東西嗎 我不知道 在那時候我沒看過 他不是台北的儀態通運嗎 不是 儀態後來拿來做很多用途 做很多用途 後來又叫做儀態 後來證明是 宇宙中真的是沒有東西 沒有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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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假設被推翻了 所以我們現在講 科學研究裡面 就是要先觀察 提出問題 然後設計實驗 進行實驗 然後做實驗的分析 分析完之後 看看這個東西 我講對或錯 對的就變學說 錯的話就是被推翻了 對不對 就要重新修正的假設 所以假設 光需要戒指這件事情 因為後來在太空中找到 以外的東西 所以就被推翻了 所以發現說 原來光的傳遞是不需要戒指的 光是不需要戒指的 光是不要特別 那他怎麼 那他就直接剪進去 基本上光是直接剪進去沒有錯 對 舉個例子好了 你看我臉上怎麼發這個光 到你眼睛 我如果把眼睛遮起來 你會碰不到臉 對不對 我臉上的光 不會繞圈圈 到你眼睛 我也不想看到你 沒關係 所以光是直接剪進的 可是跟他 跟他需要戒指的關係 也不大 也不大 也不是因為他不需要戒指 他會直接剪進 也不是這樣子 那光在太空中到底是怎麼運動的 靠移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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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移態這東西是移力 靠移力 靠移力 事實上光有另外一個現象 是光有栗子現象的 栗子 什麼栗子現象 這個栗子 什麼栗子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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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栗子 怎麼不會 靠移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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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例子的意思說 像那個粉皮在空中的運動 就是例子 我如果把這粉筆丟出來 粉筆會再跟我們飛 就是這個例子 吹到你不要追著 那我可以看位置 好 它這個例子先這樣 那這以後我們到高中在談 當然知道先有這個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光波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光波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光波 我們講過的波什麼都有 光波也有頻率啊 也有 也有這個叫做什麼 光波有波長 有頻率 還有什麼 還有證幅 還有什麼 頻率跟周期的同一個意思 頻率跟周期是一個擺 所以我知道頻率我就知道周期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知道頻率是不是就知道周期 對不對 只有龍圈同意我 對 對 對 哪裡不對 哪裡不對 好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周期 需要再解釋一遍嗎 啊 對 對 好 那什麼是周期 周期就是一個波的時間 那什麼是頻率 頻率就是一秒有幾個波 非常好 所以 波跟周期跟頻率是相反的意思 好 我一秒鐘如果適合波 每個波需要多少時間 不知道 一秒鐘 四分之一秒 十分之一秒 齁 我如果 你要再丟我一秒鐘 沒有再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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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 波長呢 波長是一個波的長度嘛 哦 對不對 好了 那 還有波數喔 光波的波數多少 光波的波數 光波的波數就是光速齁 是多少 是多少 光波的波數是多少 呃 100萬 什麼100萬 100萬 100萬馬克 對沒有錯齁 是3乘10的方式方 每秒3乘10的方式方公尺 這光的速度也就是光的波數 光進去才會那麼快 所以呢 喔 光波爪 我覺得 我覺得 在電腦裡面 輸入某個數 隨便在一個層子裡面 輸入某個數 一定可以顯現出整個群座一樣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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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要管我 好 你記不記得 我們有講過 收音機的頻道 有一個叫AM 有一個叫MM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好 什麼是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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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氣 什麼是AM 有嚇我 AM是 調服 調服 我們要按照收音機的叫做 調服廣播王 這叫調服廣播王 AM是早上 或者說 這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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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特 趙特嗎 反正你去看那個收音機上面有寫 這個範圍大概是 譬如假設像我們常常聽的是89.9 89.9是什麼 飛碟聯播王 但依然89.9是飛碟聯播王 它是AM HZ 這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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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幾萬百萬 第幾萬百萬 第幾萬HZ 對 這是 89百萬HZ 89百萬HZ 這也是光數 HZ什麼光數 噢 HZ是什麼 HZ是什麼單位 感覺好像超總 HZ是什麼單位 不知道 HZ什麼單位 不知道 HZ就是 HZ什麼單位 HZ是什麼單位 什麼 声音的單位 聲音的什麼單位 每秒震盪幾下 每秒幾次是每秒幾次的意思嗎 對啦 我比你早說 通常AM呢 AM我們去調那個頻道 你可以調到555kHz 這什麼意思 100萬 555kHz 555kHz是什麼意思 555kHz 千就是K嗎 555kHz 不是555kHz 這是555kHz 5千次吧 對不對 所以講千萬十萬 一秒鐘真的5千萬 5千次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可以跟我解釋原理嗎 他就震動很快 那為什麼震動很快 讓我們聽得到聲音 聽到聲音是因為收音去轉 把那個聲音再做一個轉換聲 因為波經過它的天線 波經過天線的時候 電子波經過天線的時候 它只能電流 電流進到收音的時候 它把它電流再放聲 因為電流有震動 它轉換成聲音 所以聽到聲音的大聲 但是它解釋是什麼 我們要從AM轉換成FM 我們上次就講說 因為AM 它那個承載的聲音比較少 所以聽起來都是單音的 它沒有立體聲 FM可以聽到立體聲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它一秒鐘才震動55萬次 一秒鐘才震動55萬次 我們聲音聽到可以最大聽到2萬次 所以這樣比2萬次多30倍 所以聲音的改變度很小 它沒辦法給你很多的資訊 可是FM呢 一秒鐘震動幾次 89萬 89百萬 就是89百萬次 一秒鐘震動89百萬次 比我們人的耳朵 最大聲音多了 為什麼上面是AM下去不是PA 不是 為什麼你叫FM 這樣是音樂 所以它震動頻率非常高 震動頻率非常高 一個好處 第一個是它可以 成長的聲音 就非常豐富 它可以通常給你 左邊耳朵和右邊耳朵不同的聲音 所以你聽起來就有立體音 不同的享受 不同的享受 可以聽到立體音的感覺 然後呢 還有一個重點 還有一個重點 同學 那個同學 把頭抬起來 不要 想看我的臉請先付錢 我這麼帥 你在幹嘛 大家在睡著 那就站起來 1 2 3 我們現在講到波數 什麼是波數 什麼波數 一秒鐘這個波走多遠 對不對 波在這個聲音 這個空氣中的介質 的速度是固定的 對不對 這介質有改變 介質並沒有改變 都是我們的空氣 所以波也改變 所以這個波數 基本上還是固定的 接下來呢 它的頻率 是不是跟周期有關係 頻率跟波長 會改變波數嗎 真的 可是這種波數是固定的 頻率的改變 所以這兩個波的波長 是不一樣的 我亂講東西是嗎 走 一秒鐘假設震動100次 每次的震動幅度是 假設這個波是30公分的話 需要波數多少 我再講一遍 我假設頻率是 100 2隻 我的波長 是30公分 需要波數多少 周中 我一秒鐘震動100次 我的波長是30公分 請問這波多快 你剛才說你一秒鐘 一秒鐘就是 剛好意思 波 波長30公分 所以我一秒鐘 在波長這邊 不用處吧 三千公分 三千公分 對不對 我變這個波一秒鐘 可以走三千公分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一秒鐘 可以有一百次 每次走三十公分 一秒鐘 一秒鐘 走了三千 就把兩個人乘在一起 真是 這三千公分 波長的代號叫 浪打 頻率叫做F 所以我講波數 波數會等於什麼 F乘上浪打 就是我的頻率 乘上我的波長 稍等 沒有 你累了 所以你會想這樣 你那邊弄點 不要弄點 沒有弄它 你這樣子而已 然後他就反而彎 反而彎 他覺得 每個人都有個安全區域 你開天的安全區域 你開天的安全區域 我們把這講完 就下課 好 我光速已經超級不快了 我的頻率在這裡 這是我的頻率 對不對 對 那我的波長多少 有波長 有波長是一加一等二 可以算嗎 可以你再講 我的波數在這裡嗎 我的頻率 第一個頻率是這個 555K 第二個頻率是 89.9M 然後為什麼它的波數 要算它波長 我的頻率一定有的 波數是固定的 波數都在這裡 五光的波數 因為我們的戒指都在空氣 所以波數是固定的 但這種頻率不一樣對不對 對 對 所以我的波長是不一樣 是 就這個波來講 它震動很慢 所以相對來講 它很快 這個波相對來講 比較快 震動的比較快 可是因為兩個速度 是一樣快的速度 所以它相對每個波比較準 知道意思嗎 很遲到了 我一秒鐘 兩個波 跟一秒鐘十個波 通天底牢 虛弗在這邊 是十個波的 走得比較遠 每個波走得比較遠 它是兩個波 每個波走得比較遠 就是兩個波走得比較遠 就是兩個波走得比較遠 好 我都可以起跑 到這邊 一個波是這樣子 很多下 到這邊 一個波是這樣子 好 到這邊 這叫做波長 這頻率很快 這頻率很快 這應該有點像K 所以這個波長 是不是相對來講比較長 這波長 是不是相對比較長 比較長 好 這樣意思嗎 了解 這樣意思嗎 好 把這裡抄下來 這是作業 抄下來作業 先給我看的三個可以加一點 好不好 先給我看的正確答案可以加一點 對 激壓油 所以意思燒下很容易 稍微要先提 螢幕 波數 跟那兩個頻率 然後計算它的波長 那兩個波的波長 計算那兩個頻率的波長 那兩個波的波長 哦 一個波的波長 六波 謝謝 這個又兩個波 第一個波 第二個波 第一個波的頻率 第二個波的頻率 第二個波的頻率 請計算那兩個波長 多了 全十萬 兩個都二十萬 奧選人成大頭 兩個都二十萬 奧選人成大頭 好 請招下來 好 我招下來 你擋到會不會人家招了啦 對啦 走開啦 滾 走開啦 叫你滾 你走開啦 叫你滾 OK 就快點 百萬 岳 爹 dried 好